嗨,我是文杰 歡迎來到Win180 今天的任務呢,是對Quadriceps 進行功能性電子機Functional ES 那功能性電子機呢,目的是要能夠做出一個具有功能性的動作 簡單來說呢,我會希望它的強度可以達到 Full Range of Motion 開啟器之後呢,首先選擇 T型波 對於有神經支配的肌肉來說,使用T型波慢上慢下會讓刺激比較舒服 波形呢,我選擇 交流的法拉第波 交流電呢 可以避免電灼傷 接下來呢,在 刺激的時間 一個膝蓋的伸直呢 差不多 需要 費時 兩秒鐘左右 所以呢 我將On 設定到 兩秒 Off的話呢,通常是1比3到1比5 以避免法替格 在這邊呢,我把它設定成 1比3 On是兩秒 比3 所以呢 Off 就設定在 6秒 頻率的部分 我希望產生的是強制性手縮 因此呢,需要大於35Hz 我將它設定在 50Hz 波關的部分呢 因為是有神經支配的肌肉 所以它必須要大於 150ms 那 它又是下肢 因此呢,我將它設定為 0.6 也就是 600ms 最大強度呢,因為是下肢肌肉 又是Full Range of Motion 因此我把它上限設定在 80mA 電極片 雖然我使用的是膠熱電 但習慣上呢 黑色 負極 當作主動電極 因此紅色呢 作為被動電極 就設為正極 設定完成之後呢 就 按下開始 確認倒數 接下來呢 我會需要的電極片呢 是 紅色 的 的 被動電極 以及呢 黑色的 主動電極 以及兩個電極 所使用的 海綿墊 那我也需要呢 兩條綁帶 在放上 電極片之前呢 我們先用酒精清潔皮膚 我的 分散電極 會放在 大腿的遠端 那我的主動電極呢 會放在 基附 Motor Point的位置 清潔之後 將 紅色的 被動電極 放入 海綿墊 接上導線之後 確認 黑色粗糙這一面呢 朝向個案的皮膚 好你幫我扶著 用魔鬼氈呢 這一面 壓住之後 然後 很快的 到一圈 確認固定 這個位置呢 不會 影響 動作 也不會跟 主動電極接觸 會有短路的問題 接下來呢 黑色的主動電極 放入 接上導線 接上導線 確認 粗糙的這一面 好像個案的皮膚 請抱負的 同樣的 繞過肢體之後 確認 電極片都是 固定好的 那我們準備要開始囉 將 強度歸零之後 感受到電流 請告訴我 好接下來呢 就將強度再增加 再增加 再增加 要增加到呢 能夠產生 Full Range of Motion 收縮 2秒 放鬆 6秒 強度呢 可以達到 Full Range of Motion 像這樣呢 就是 Quadriceps 的 功能性電磁機 就很期待 我們就可以 tay 的 床 bou 零